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有大概两千多人来跟着我们学习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把网络班的学生跟现场学生的问题 把它整合以后我们分成四个项目 那么我们等于是把这个问题 把前面的重点再做一个耳药的复习 首先我们看批语品 师父会先做每一个问题的重点的论述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不清楚的 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批语品的第一道题目 一 请示师父您在批评火灾狱中 讲解唯有一门得出三界石 解释此门为我空智慧 即照见五蕴皆空 而在后面师父又讲到了净土行人的我空 体现在顺从弥陀本愿 同一个我空之门体现了两种内涵 二则关系如何 我们应该如何融会贯通进行修学 三界火宅 它那个火 当然有内火跟外火 内有烦恼火 外有夜暴火 那我们今天要助理三界 三界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修学我空 这个修学我空是所有的法门 不管你是圣道净土门都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生的修学 你不要急着解决生死问题 那你就不一定要把我空规划做你的生命的规划 那只要你来生要改变跑道 什么叫改变跑道 就是你本来是在生死的跑道 你要换到涅槃 你要换到净土去 就是大凡是你来生要做重大因缘的改变 那我空是必修的 因为他实际有这道门 没有其他门 也说我不修我空 我靠拜颤 你就拜一辈子也不了生死 你说我不修我空 我就完全靠念佛也不行 我待会解释 为什么只靠慈民不能了生死 就是说 所有人要离开三界 你必须处理你过去的业力 没有例外 只是说他处理的程度 你是要断货 还是调伏业力 是差在浅身的问题 好 那圣道门这回我们就不说 因为圣道门的我空标准很高 它必须要有禅定力 它必须要正念正定 那我们说过 净土宗它不要正定 那起码的标准是正念 那净土宗的往生 其实很多人讲往生 其实这个都是忽略的重点 其实净土宗你讲往生 你忽略的代业这两个字 净土宗你不要老是讲往生 你要讲代业往生 也就是说 请你不要忽略你的过去 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你过去的业力 你一概不承认 那黎明中他是回来 就是说你现在不处理他 黎明中就他处理你了 你就被业带走了 所以我们黎明中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你把业带走 要么业把你带走 就两种情况 所以你现在不处理业力 你临终你就埋下了祸根 那处理业力 当然说我败灿 可以消一点业 因为这个业 你要拔它的根 你看十二阴眼 十二阴眼就讲这个业力的延起 无明言行 行言士 生老病死 你要把这个无明 这是个开关 所以放弃对生命的主宰 这个是处理业力的关键 这个我爱死 这是最麻烦 你看 原来我们今天看一朵画 这个画是没有什么业力 但是你看到画以后 你就把这个我放进去 你想要主宰这个画 那就有业力了 这个就是跟业力互动了 你看到哪一个人 你看到你儿子 你看到你儿子当下是个果报 对不对 但是你想主宰他 好 就有业力了 我儿子以后得照我的规划 对不起 你儿子他出生 他的路有他的业力在主导 你可说了不算 但是我们凡夫喜欢强作主宰 所以我们在我们各式各样的人事地 人事地物当中 把这个我放出来 这个是很麻烦的 就是我们处处地去创造业力的相去 那现在 那你不往生也就算了 你来生准备继续轮回 我今生的目的也没那么高 我只求真上身 我只求来生更好 那就没问题 当然你临终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往生的愿力 要强过生死的业力 那你业力就得处理了 那个我就要对峙了 就是说 你可以打妄想 这妄想不能怪你 这是一种等流性 但是你不能主宰妄想 就是妄想生起的时候 你不能主宰它 你看到人是地物 你都不能主宰 就随缘度日了 就是你愿意自然会沉淀 就是说 它这个转动的时候因缘 你要让它慢慢调伏下来 就是把这个无名 这个我只把它拿掉 所以叫顺从本业 如果你我 这个我还在 你根本没有顺从 阿弥陀佛 我给你规划了一个佛号 给你规划了一个往生之道 你今天用我执 就表示你根本没有投入到这个佛号 什么叫集中身心投大绝海 就是什么人有投到大绝海 什么人没有投进去 你不要以为你练佛就投进去 你嘴巴练佛 你心中还在规划来生的业力 你还在主导业力 主导妄想 你有投入 你有集中身心投大绝海 你没有投进去 你就是在嘴巴练佛 所以这个我后的思想 在进度中是很重要 但是长期被忽略 当然主是讲过含蓄了 英光大师说 晚年的时候少管闲事 其实少管闲事这四句话 是有深意的 当然重点不是少管闲事 就英光大师说 你什么事都不管 跑到山上去 你整天打妄想 你也是 你还是想主导妄想 其实少管闲事的真正的解释就是 随言度日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一个人要往生 只有一种情况 阿弥陀佛规划出一道往生的音言 你要把自己投进去 就是从今以后 或者我们套一句 生文人说的 不受厚勇 就是 我从今以后 我对我的生命不再主宰了 我交给阿弥陀佛了 一心归命 这个一心归命 就有我空的思想 就是说 你还想主导生命 你怎么会往生呢 就是说 你要往生 你一定要从过去的业力里面走出来 你不走出过去 你怎么面对未来 过去是不会 你不走出过去 你就顺着过去的路子再走嘛 所以 往生是要更换跑道的 从生死的跑道 换到净土的跑道 那你总要把过去的业力 让它沉淀下来吧 所以你说这个我空重不重要 就是放弃主宰 放弃主宰 你才可能顺从本宴 否则你只是在练佛 跟往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练佛容易往生难 因为练佛 练佛方人笑树也 当然了 但是你要往生 阶层自可转繁星 到阶层 这个阶层就有我空的智慧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一心归命就有我空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练佛跟往生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先说到这 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断获正正 但是你起码能够临终的正念 我们不要求正定 这个临终的正念 里面要有我空的成分 当然还要有念想西方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会往生 你必须得到两个条件 第一个 你要脱离娑婆的业力 虽然业力没有断 但是这个业力一定要带得走 要可带性 就是放弃主宰 你要怎么样业离娑婆 第二个你要怎么样 星球极乐 所以你一方面 你要处理娑婆的问题 你还要开创进土的一个阴眼 就是练想西方 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 要升起星球耗耀 所以它是两种力量 两种力量 那当然怎么样走出 娑婆世界的过去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主宰你的生命 不要再规划来生了 就这样子 你不能够说 我不断地创造进土的阴眼 我要同时攀岩 苏婆的业力 那你临终一定是 增放浇光 生死业力现前 临终往生的愿力也现前 那对不起 生死业力是守境界 你惹它 你跟它互动 它一定会强顾你往生的愿力 因为它守境界 你这个进土中 念佛是深境界 所以现在的很多人是 脚踏两条船 我们也贪天说佛 又想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这两个力量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 一个是你五十节过去的守境界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就是 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只有一个选择 你不能说我两个都要 我又想人间的快乐 我又想往生 世界上没有这么美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同时在收博世界 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捕门视线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我只有一个选择 我来生要么去净土 要么做来的人生 你现在就要想清楚 所以为什么他必须要 圣洁 就是 生命的抉择 你不能等到临终再决定了 就是你到底怎么走 你现在要想清楚 你要往生 就有往生的样子要做出来 那我就放弃说佛世界 当然这个地方 你不能说只是 别人怎么说 你要想清楚 你流转的过时 往生的好处 然后你下定决心以后 你要把一些重要的 重要的休息 比方说 怎么样放弃说佛 怎么样能够练想西方 再配合佛号 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都很熟 那就过去 这个进度中 第二 看第二题 二 佛陀在火载意中 并没有提出消灭火的方法 而是要我们赶快离开 出离很潇洒 灭火 却很痛苦 请师父慈悲开示 怎么样才能一边有效灭火 一边潇洒出离 这个批评的火载意 他讲到火 其实是两种火 一个是内火 一个是外火 内火 是由我们的颠倒妄想 就不断地打妄想 就是躁动不安 外火 是由业力 所变现的果报 你会变成一个人 可能是个男人 是个女人 你扮演什么角色 你一个父亲角色 母亲角色 那这个就是由 他的业力的牵动 那么 内火跟外火 一般是这样子 外火 就外在的环境 你只能离 你没办法灭 就是说 外境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牵扯到你的业力 跟你 跟众生的业力 相逢就是有缘 今天他会做你的亲戚 朋友 这个业力一定是 非常复杂的互相牵扯 学佛你要永远知道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想去改变任何人 千万不要 包括你的儿子 千万不要 你只有放弃主宰 所以外火是不能灭的 外火只能够远离 就是说 外火 牵扯到众生的工业 所以离 使的是外境 当然你说 那我这个 我放弃了外境 那我就没办法努力空间了 当然 就看你的年纪 就是说 你如果要决定 我当然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回事 就是人生就一个选择 你想往生 那你就要 放弃很多东西 你要过相对淡薄的日子 因为你很多阴言就不能去启动 他这个阴言法是这样 就是说 他就像一个盒子 你要么被打开 你一打开以后 你就不归你控制了 就是说 你这个儿子一生下去 他怎么样 你就没办法控制了 这阴言法就是互相牵动 就是说 这个阴言你要么别惹 你惹上 那就不是你控制换围了 所以 阴光大师要我们往年扫缓形式 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说 你启动一个阴言 你对你自己来说 就多一道的问题了 所以外活叫做离 那内活呢 你是离不开了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逃避你的妄想 你就做梦都在打妄想 所以内活叫做灭 你要有调服的方法 就试炼住 或者按住佛号 你要有一个法宝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你前方那么久 你心中一定有一个家 让你靠的 所以 简单来说 当然你要年轻 你说师父我现在还没有 我还没有去拼事业 你要叫我 远离我 那这个生活就是个问题 就是说 你到一个年龄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外在的佛 你是惹不起的了 你惹不起的了 你只能够离开它 说实在了 你改变不了外境 你改变不了任何人 你也改变不了任何环境 就是看佛陀叫我们赶快 诸位你想清楚 佛陀不是叫身闻人 离开三界 他是叫 三秤人 身闻人全 菩萨 全部离开 说 菩萨不是生生世世吗 菩萨生世世 对不对 不是指你 是法身菩萨 那叫立世练心 法身菩萨来到 说佛世界 人家叫做庄严佛土 成熟众生 你现在是跟人家 到处流转 我们回应一下 披义品 佛陀是开出三车 阳车 路车 牛车 这个牛车是给做的 菩萨做的 要修六度 其实防卫的菩萨 我们看法华镜的意思 表面上你在度化众生 其实重点不在度化众生 佛陀是让你修六度 让你离开三界的 所以这的大师说得好 初地以前都是在修 都是在智力 你在帮助别人 只是个过渡 你是靠帮助别人 来增长你自己的处理 你看看 你回去把法华镜读一读 佛陀是叫谁离开三界 叫三秤的诸子 离开三界 三秤 生物宁觉菩萨 当然 有的离开快一点 有些离开慢一点 但是佛陀里面三秤的 你都赶快给我离开 因为这个火你是惹不起的 谁可以 回入所博度友情 法僧菩萨可以 因为法僧菩萨 他是法僧嘛 他那种 我公法公的 他心中也安定在 诸法僧门来 尝试极变相 那个火是不能烧到他的 凡夫 我们惹不起 所以 外境叫做离 内心叫做灭 因为你内心的妄想 你也离不开 你只能面对 好 这个地方大家对于 离开 离火跟灭火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三 如何理解 把官身不尽的全法 汇入法华经的始法中 具体下手 又要怎么操作 又则 全法与始法 同时操作时 重点要放在哪里 这个试念处 它主要是 调伏我们对于 五印身心的爱曲跟主宰 所以它的所缘近在五印 比方说官身不尽 它的重点是 所在这个色神 但是所在色神有问题 有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用不尽苦 来喝着你的色神 那么你用各式各样的过失 用不尽像 用痛苦像来喝着你的色神 它的好处 当然你对色神的贪爱就降低了 你对于致他的贪爱 但是他的后遇症在哪里 你产生法治 你在你的心中 会埋下一个对色神 厌恶的一个想法 这个地方对你未来 是有障碍的 我们知道 色神其实没有错 所以说佛陀四色方便 你要知道 他要你厌离色神的重点 重点是要你 调副你的贪爱 重点不在外界 他只是 托这个色神的厌离 来调副内心 是借尽修心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回归到新星的时候 你过度的厌离色神 那我请问你 你以后的生命有色神吗 当然有色神啊 你说阿罗汉灰生命是 世界上有这个东西吗 你看佛陀说的 涅槃其境 但以甲明子 因倒于众生 诸位 五印通以死法界 没有一个人没有色神的 你到其他世界 你都还有色神嘛 只是那个色神 庄严一点嘛 所以为什么要把死法放进来 就是你的过度的操作 它留下你后面的后遗症 法没有错 但是你法上生直 所以我们在修佛法的时候 有时候问题就是说 明明它是个甘露 但是你把它操作成毒药 那你不能怪佛陀 佛陀告诉你一个法 它本来是一个方便 它透过你 观生不尽 它的目的是要你 透过观生不尽 它要你回观还照 调伏烦恼 但是我们有些人是 观生不尽 就讨厌色神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为什么要法寡 消费猩猩猩就是说 你最好先回归到一念猩猩 然后一念猩猩里面 献出如梦如幻的色神 你再去讨厌它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回观还照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为什么要把死法这个观念引进来 就怕你产生法质 借相修行 不是直接修那个相 我再讲一次 五印只能改变 不能断灭 其实我看到有些进土东的人 他在燕尼索婆 我看他燕尼索婆的口气 我听得非常害怕 那个意思就是再也不回来 就是说你 你迟早要成佛 你干嘛要把你现在的修行 变成以后的障碍 你总有一天还在回处说婆嘛 我们现在只能告诉自己 我们燕尼索婆 是一个过渡 但是如果你今天对说婆 这产生一个很极端的思想 你以后要反转这个观念就很难 你为什么阿龙汉他有上根下根中根 就是法职的轻重嘛 三层共作卸脱床 但是回归新兴以后 那就建高下了 就是你因地的时候 你法职的轻重 到了回家以后 全部献出来 所以我们写法华经好就好在哪里 就是说 你在解脱的时候 请你把未来成佛之道的思想放进去 让你未来是顺畅的 对接是顺畅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回归心性 直接操作观生不尽 直接念你说婆 我跟你保证十个有九个会落度法子 那你以后 你以后保证几段时间 一听到说婆是怎样就害怕 那这个阴影你还是要面对 所以 从华华经的思想就是 你要先建立此法 一开始 按照华华经的思想 按照偶尼大师的言顿的思想 未开言顿解 你没有资格谈修整 如果标准高一点 你没有慧慧心性 你还在心外求法 你只能够做两件事 忏悔业障 积极质量 你还没有资格谈修行 因为你这个修行操纵下去 对你来说是有伤的 那么你一开始学佛的时候 先建立一个真主的平台 回归到一念心性 所以你没有对真主本性 成就圣解之前 以华华的思想 要把重点放这 等到你知道 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 你就可以把重点放在拳法了 所以它是先使后拳 叫做称性起修 所以重点就是 刚开始的重点要放在实法 那么实法建立以后 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拳法上 对视 引导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拳实的操作 好 请说 师父你好 关于那个拳法实法操作 地址这边在具体在问一些 生活上面操作的细节 就说我们在 繁复在日常生活中 常会受到业力的刺激 可能一天下来 情绪起起伏伏的 有时候会烦恼 在烦恼当中 当然不是那么的清醒 可能事后 稍微冷静一下之后 才知道说 刚才可能起情绪了 那这时候可能开始要 操作一些佛法上面的 可能是要对峙 可能是要呵折 或者是说 可能是要观想 那师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就是说 我遇到烦恼的冲击 那我是不是有些原则性 就是说 我面对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 我应该是要 怎么样去操作实法 我应该是要对峙它呢 还是说 我们应该是要用拳法来对峙它 还是说 我先观想一下实法 然后再操作拳法 这个当中的细节 是不是可以 请师父再给我们一点原则性的开始 谢谢 好 请坐 其实有时候烦恼的活动 它也不完全是烦恼 如果这是烦恼 那就简单了 其实某种程度有业力的牵扯 就是说 你看 你看这么多人 某一个人跟你讲一句话 你不会生气 是吧 但是同样一句话 是某一讲 你就很生气 有没有 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跟你有业力 你知道吗 所以一般 最怕就是说怎么样 内外合合 内外加工 就是说 只有外境刺激你 你跟他没有业力 这没事 就是只有外境没有妄想 有境无心 有一种是有心无境 你起烦恼 但是他跟你 他不刺激你 最怕是心境皆有 就是说 你跟他本来就有业力的牵扯 要么你欠他 要么他欠你 大概你会痛苦 就是你 你会痛苦 基本上是你欠他多一点 你会痛苦 那业力的牵扯 又加上妄想 就人生就无解了 真的无解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最怕的烦恼 就是说 你跟他本身 就有业力的牵扯 然后他又刺激你 然后又带动你的烦恼 当你内在的烦恼 跟业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般的凡夫十个 有十个跑不掉的 那这个时候你对峙 因为你已经陷进去了 那你在对峙的时候 你死上 就是你练佛 一直练佛 一直练佛 但是那妄想业力 不断地冲击你 就很有限了 知道吗 也就是说 当你陷入妄想 跟业力结合的时候 就是说 有心又有尽 这是最麻烦的 因为来刺激你的人 他跟你有业力的牵扯 或者是你的朋友 你的侄女 你的建筑 我跟你讲 诸位 你想想看 会让你起烦恼的 都是陌生人 还是你的亲人 你想想看 陌生人会让你起烦恼吗 不太会吧 对不对 他不小心碰到你 你顶多起 起一下子 一下子的烦恼 你在你烦恼里面 扮演主角的角色 一定是你的亲人 一定是你的亲人 跟你有业力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不喜欢用 直接用拳法 因为一牵扯到业力的时候 你就很难死上力了 业力是无形的 但是那种 那种力量 一波又一波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拉到真如 因为真如本性是 没有风平浪静的 无言而鼻舌生意 就是说 你观想 你本来没有这个儿子 你本来没有这个眷属 那么你这个时候 对你是最有利的 拉到真如是对 就是说 他给你把业力吸湿掉 先把这个业力吸湿掉 那只剩下妄想 就好对峙了 这样懂吗 先把业力吸湿 就是真如 你从真如的角度 本来无一物 何如的尘埃 何其自信 本质亲近 就是先把这个妄想中的业力 先把它吸湿掉 那剩下妄想 他就不是你对手 这样懂吗 就是说 会让你起大烦恼的 一定是 你非常轻的眷属 非常轻的 越轻的眷属 会让你起越大的烦恼 这样你们听懂吗 我跟你讲 烦恼不可怕 但是这个妄想后面 有业力 那就无解了 人生就无解了 当然你也不要 觉得不公平 因为谁叫你 上辈子欠他呢 是吧 所以这个重生 是互相讨来讨去 那人听说 这个讨 他不会讨得刚好 他讨得超过 你知道 就是你欠他 他讨超过了 下辈子你又去讨 所以这个讨来讨去 大家都别出去了 就这样子 那你现在说 好 我业力到此为止了 那你就开始要化解业力了 就是你怎么样 我不跟你互动了 那这个时候 把这种带有业力的烦恼 把它拉到真主本性的伐水来 先把业力四方 稀释掉 先把它洗掉 真主本性里面有业力吗 没有吧 对不对 一念心性本来清静 你这个思想多练几遍 这个时候把业力 稀释掉以后 剩下妄想就好处理了 那就是一个圣灭项 所以 我们必须 把所有的妄想 都拉到一念 清静心来 先把业力释放掉 你如果站在业力的对立面 跟他对着干 你一定失败 我们面对妄想没有问题 但是妄想中后面有业力 你就无解了 你看 你看多少做母亲的 你明明知道你儿子在骗你 你还是把钱掏给他嘛 就很简单嘛 然后事后你非常起烦恼 但是下一次 你还是把钱给他 就这样子 因为这背后有业力 业力就没有道理可说了 没有道理可说了 因为你欠他的 就这样子 好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今天不修真儒 那你就人生很被动 你就等着业力来修你 你了 说白就是这样子 你就准备还债了 你要还不起 你就起烦恼了 那你起烦恼 你要不甘心 要照业 好 那就是辗转相续了 那这个人生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 以真儒本性做一个停损点 就是说 过去不管怎么样 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拉到真儒本性 先把业力释放 稀释掉 剩下妄想就好处理了 因为它是身边变化的 你变佛也好 持咒也好 它很快就消失掉 是这样子 好 我们看最后一题 第四题 这个因果是这样子 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了 但是我们不讲方便 我们讲真实义 就是按照佛法的真实义 因果的建立是 心做心事 你的心照做业力 你的心变现果报 所以妙命妙果不理一心 所以中国办法师解释布施度 他讲很清楚 什么叫布施 他越外境了 不是说我今天 我送给十个人苹果 你送给一千个人苹果 你的布施比我强 他不是这样案例的 你这种思想是很低阶的 人布施的心 是业性案例的 你是一个贫穷人 你布施一个苹果 比有钱人布施一百个苹果 来得大 它是业性案例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首先知道 什么叫诸法因言生 是心为业主 这是第一个 那么你知道 以心为业主的时候 就是说那各造各的业 各造各的业 就是你当初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发心是正确的 是善行 然后你 你对你的合理的判断 你面对的境 你当时也觉得说 这个人是可渡的根基 心静和合 你的业就是善业了 就好像说 你负责孤儿业 你负责一个孤儿业 每一个业绩 三千块给这个孤儿 这孤儿业里面 后来出了一个杀人患 你觉得你要负这个因果吗 你觉得你要负这个因果吗 你不必 你当初负责孤儿业的时候 是一定的善行 心静和合 从维持的角度 它已经形成一个种子了 至于纵正我讲各造各的业 它未来是怎么样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 当然 佛多讲这个 你这个要 红华关机 就是说你要判断一下 你要把华花精介绍给他 你要先判断 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会排斥 一般来说 华花精 人天种性的人不会排斥 喜欢修福报的人 他看到华花精很高兴 但是他把华花精当福报修 他是不断地送 所以人天福报的人 你可以介绍到华花精 菩萨证他更不要讲 你只要懂菩萨证 你一定会相信 全是恶法的 华花精最怕是 恶称偏空的 真上漫人 一般会诽谤净土的 诽谤华花精的 诽谤高阶的经典的 都是修空性的 因为空性这个法修得好 的确很快解脱 修得不好 他对于这种妙有的东西会排斥 所以你看这个人 如果说他对空性很执着 甚至于对功德妙有排斥 那你暂时不要把华花精给他 但这种人也不多了 所以一般会毁谤华花花精的人 我跟你讲 那些一天到晚放逸的人天正 他是不会毁谤华花花精的 但是他会把华花精当功德来修 你知道吗 他会当诵经是功德 诵经三千步 是吧 朝夕一记往 就是那个华达法 我诵经送了华花精送三千步 那么也就是说 凡事尽心尽力 但是不求世事圆满 我们现在不可能 我们没有他心中 我们就是说 我尽我可能的去判断 我合理的推论 根据我的了解 他应该可以接受 你就告诉他 那至于事后他棒不棒 跟你没关系 但是 如果 这有前提 如果你已经知道 他有可能毁谤 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个禁对你来说 你已经意知 他有可能这种倾向 你今天再故意给他 那你就要过世了 是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要因意废死 你今天用华花精 后面佛同友说 红阳华花精功德很大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能够观察 你的内心的起心动力 你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态 这是关键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批评的问题 先到这 下一次请大家把这个问题研讨 带过来 这个复表时期也带过来 这两张复表都带过来 复表时期跟问题研讨都带过来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 向下文长复再来日 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